你把这些菜都吃了 我不想浪费粮食 怎么了 你弟弟的医药费赚够了 不缺钱了 当初接你回来 本打算让你和夏家联姻 可惜夏家那么快就落败了 本以为这么多年摆养了 没想到盛世 居然对你是认真的 愿意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运气真不错 您把我当时骂了 商品吗 您当时带我回来 您现在又让我嫁给二十 有人问过我的意见吗 商品有什么不好的 至少它有价值 我拿到钱 你拿到盛太太的身份 二十还真是送了你一份大礼 不用拿那种眼神看我 你就老老实实等着嫁给二十吧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顾小姐 你好 提醒您今天需要给叶木先生缴费了 今天是三十号了是吗 是的 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缴的 欢迎订阅您偷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不管有几套被选方案 总之我要看到执行度满分的那一套 而不是东平西凑的 谁要是做不好 都给我滚去人事部报道 好 小沐 小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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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墨你别吓我 小墨 都是姐的错 姐当年就不应该在心中跟你说那么多 我要是不说那些 你也就不会躺在这儿了 小墨 你醒来好不好 二十 这份合同没什么问题了 你再确认一下 吓死我了二十 谁啊惹你生这么大的气 让你这样子 闭嘴 就说这追女孩呢 就要放下脸面放下矜持 现在的女孩应该都喜欢我这类型的男孩 你说什么呢 我说的是小说 胜哥 明天你陪我一起去梦想起航的媒体发布会好不好 你不是有项目在跟他们合作吗 顺便正好和余总聊聊呗 我没时间 还有啊 虽然你是我公司的代言人 但是也不能随便窗我的办公室 知道了 那我自己去了 等等 发布会是明天下午几点啊 下午五点 你有衣服穿吗 当然了 我有很多漂亮衣服 我给你卖点新的 好啊 盛哥 对我真好 莎莎 这是你的衣服 这是你姐姐的衣服 谢谢 你还说不是姐空 我早上约你你说没空 你姐一说你就立马要时间了 重解亲友的家伙 哎呀毕竟她是我姐嘛 再说她都快结婚了 我帮她是应该的 是是是 我看你结婚的时候 你都没这么积极 焦焦 你要是喜欢什么随便挑 我都买给你 谢谢盛哥 你对我真好 好 顾主编 好巧啊 盛哥特意带我来这里选礼服 你也是来买衣服的吗 盛哥 顾主编还在是人家的气 不理人家呢 苏小姐是来选礼服的是吗 跟我来吧 嗯 我 她 我 她 她 这是婚礼的现场设计图 你一起帮着挑下吧 承池特意强调了说 要给恩在婚礼现场设计一个钢琴演奏曲 就是为了满足他的梦想 真是一个十足的好丈夫典范 苏小姐 你是来选衣服的